民眾指著軍列破損的地面表示 為什麼行人特別是老人家走到這裡 容易被絆倒跌倒的原因 位在七瀆區明德一路警察局第三分局對面 有一間私人診所外面的公有道路邊緣空地 軍列破損容易造成民眾 特別是長輩老人家半倒跌倒 因此向激動市議員張耿輝反映 張耿輝特地辦理會堪 將動用議員建議款 由市政府相關單位鋪平改善 現在已經交有國有財源署 那原本的話以前稅間處是因為是公家部門 所以有化那個停車空間 以便提供給我們來往洽工的4秒分有停車用 那現在已經國有財源署已經交由 就是讓我們這個民間太安診所來承租 那也是私門診所 所以就沒有辦法再繼續讓我們這個 做回我們公家的停車的整個便利 所以只好說今天會堪的能夠把現有的坑洞 用我的經費來把它實時先整平 不要讓我們粗度的市民容易絆倒 對於軍列破損的地面可以進行修復 維護行人以及長輩的安全 民眾都很感謝張耿輝的用心 張耿輝也強調因為行政流程的關係 會要求市政府相關單位趕在8月之前動工修補完成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